Hello大家好,我是Spill.hk的編輯阿赤 近年也有不少朋友喜歡在工作桌、書桌放一對喇叭來聽歌 市面上也有不少方案和喇叭的選擇 不過如果對喇叭本身是主動式的設計 而且有齊解碼、藍牙功能 甚至封腦放大的話 用起來真的會方便很多 起碼接駁也簡潔很多 今次介紹的這對Kento YU6就是這樣的設計 而且由竹紋、糊塗木到純黑純白的喇叭雙身都很帥 而且還挺好的聲音 YU6是一對5.25吋的主動式喇叭 高音部分採用了1吋絲膜球頂單元 低音部分是5.25吋的kevlar玻璃纖維複合物料單元 喇叭本身就算是中等尺寸 頻率相應可以達到50Hz到20kHz 可以提供到不錯的低頻輸出和下潛 但又不至於太過大堆難以擺位 採用了Class D放大器 提供了100W的輸出 最高功率有200W 挺適合放在房間的桌面或者客廳電視櫃用都可以 應付100-150呎左右的中小型空間也挺足夠 內置了AK4388DAC晶片 有兩組光纖數碼輸入 另外還有RCA Audio和3.5mm模擬端子 其中比較特別的是YU6還內置了風腦放大 RCA Audio可以切換做風腦的輸入模式 可以直播部分的黑膠唱盤來播歌 喇叭本身還支援藍牙APTX 用手機播歌也很方便 加上還有超低音的pre-out 加上少許磨砂面的雙身就很帥 而且摸上手的質感也很好 有主複喇叭的設計 開關、音量、接駁等等都集中在左邊的主喇叭 跟機就有5米長的喇叭線 連接左右兩邊 配件有遙控器、3.5mm的接線和漲膠的腳墊 主喇叭的前面就是音量的調節 同時也是開關 左邊就是遙控的紅外線接收和狀態的指示燈 遙控有高低頻的調教和左右聲道平衡的調節 方便應付不同的擺位和環境進行調音 機身有自動stand-by的功能 沒有訊號輸入一段時間就會自動關機 有訊號就會自動開關機 用起來是挺方便的 音效表現YU6的能量感相當強 就算放客廳用 大部分情況都應該挺足夠 音色偏向飽滿暖聲 人聲結像很清晰 樂器的定位都挺準確 整體分析力很不錯 低頻的衝擊力挺強 不過下潛就普通了些 如果空間真的比較大的話 可能就要手動推高一點低頻輸出 而絲膜球頂高音的音色就很順滑細緻 尤其聽鋼琴、結他等等的圓樂 質感是挺突出的 如果坐桌用的話 就要留意 最好配上坐桌架或者海面墊來用 減少桌面的低頻鞋震 對整體分析力是挺有幫助的 如果喇叭就用了後置反射孔的設計 所以後面最好都要預留一點空間 讓低頻不會太多甚至焗聲 座桌近長用的話 低頻可以適當調低一點 量感已經挺充足 亦都是推薦正三個人的擺位 不過當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和音色的喜好來調節 擺桌用的話音場會收窄一點 但結像就會更清晰一點 音質方面光纖數碼是最好的 藍牙APTX都不錯 iPhone的普通藍牙連接的分析力會弱一點 但依然都能保持到比較暖聲討好的音色 揮錄的售價就是4180 縮面和糊塗木的版本會貴一點 就是4380 它的接駁很豐富齊全 數碼模擬都照顧得到 甚至接駁黑膠也可以 藍牙無線播歌也很方便 無論是放客廳配搭電視 或者放書桌自博電腦 都有相當不錯的音效 個人覺得放桌面用蠻適合的 除了蠻好聲音之外 幾個顏色的版本都很帥 配搭真的很不錯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